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他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相信很多人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和恐惧 那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去探索引资人背后隐藏的秘密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拿不住 旁边是灵异侦探小仙 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引资人到底是什么 网络上很多的目击者提供的类似描述影子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黑影 或者它是一个人形的剪影 没有明显的外形特征 你可能可以感觉到这个剪影有面部特征 或者说你能感觉到这个剪影在盯着你 但是如果你正眼去盯着它看 就看不见那个剪影的无关 然后你盯着它看它可能就会消失了 通常啊 是我们者说的鬼吗 我们这个鬼的概念应该是涵盖了它的 但是国外的很多这种灵异探索者 就把这一部分单独提出来叫引资人了 通常引资人会出现在晚上 人们躺在船上睡觉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引资人的出现 其实就是睡眠暂停动作症 有人在室外也看到过他们 尤其是在阴暗的树林里 但是也有人在观天画儿之下看到过一些引资人 当引资人出现的时候有的人会听到嗡嗡声 或者电流滋滋通过的声音 而有些人则会听到引资人在他们耳边低语甚至尖叫的声音 我前两天晚上耳朵都有那种电流 那是不是我们这有引资人 可能通过过 不知道啊 就是 就这种声音 就这种声音 我拒绝 你拒绝啊 我拒绝有引资人 那你就要知道你看到的是哪种引资人 待会我们会讲 一般来说啊 引资人会在你看到他的时候消失 或者他会迅速的飞到一个地方的角落里 甚至是飞过一堆墙 直接就穿过那堆墙 这个有点像潜伏 潜伏其实有一部分是关于引资人的 取材作的引资人 但是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 引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他不大不会消失 而且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和详细 虽然不知道具体拍摄者发生了什么啊 但是明显他是被吓了一跳的啊 引资人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到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一个传说 事实上在人类很多古老的传说中早就有关于引资人的故事了 只是他们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比如说在美洲生活了将近4000年的乔克托人 他们就有关于 拿鲁萨卡托的传说 这个拿鲁萨卡托是乔克托语 意思是黑暗之灵的故事 那就是一种引资人生物 乔克托人传说 当人们产生邪恋的时候 这种拿鲁萨卡托就会出现 他们会在人们产生邪恋后睡觉的时候 站出来吞噬这个睡觉人的灵魂 然后让这个人彻底堕落成一个罪恶的人 其实在欧洲俄罗斯甚至是阿努纳奇的传说中 都有关于引资人的传说 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 欧洲人叫Inkobas 俄罗斯人叫Kikimoy 阿努纳奇的引资人传说 这种引资人叫做Alu 而我国其实也有关于类似引资人的传说 或者说是名字 名字大家都很熟 赤魅王俩 现在我们说赤魅王俩 基本上是指各种各样的小鬼 它指带各种各样的小鬼 其实在古代 赤魅王俩是专门指带两种鬼怪的 其中赤魅是山林意气所生 牧石化成的金怪 特战断是有点像狐狸和马的合体 有四足耳朵尖尖 喜欢的诱惑杀人 而王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引资人 它是一种外形如三岁小孩的怪物 没有实体 或者说是更像是那种淡淡无所依靠 飘淡的小鬼 都生活在山里或者水边 都喜欢害人 那现代我们遭遇的引资人 则和古代传说中的赤魅王俩有所不同了 引资人它可以变成任何想要的形状 不再局限于三岁小孩的形状了 性格上 他们可能是善良的 也可能是邪恶的 善良的引资人会支持人 但是邪恶的引资人 他们就会袭击伤害人类 今天,I'm here because I'm videotaping because I keep hearing some crazy like pounding stuff being moved you hear it so anyways im just going it sound like someone walking down the steps but anyways im going down and I've decided to videotap it to have proof for my wife cause she doesn't believe me here we go hello I know I hear you down here I know I heard you HOLY F**K Oh my DUDE I just saw HOLY F**K HOLY F**K HOLY F**K DUDE I swear to gosh 其实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和经历 我们总结出了影子人大概有五种 它们的形状不同 危险程度也不同 第一种影子人是一团黑雾 没有什么形状 你可能会看到它 或者是感觉到有个团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 但是你能明确的感觉到 它是一股负能量 不好的能量 你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在身边的时候 不是那么舒服 有的时候 这个黑色的雾转的东西移动的很慢 有的时候会移动的很快 更多的时候 人们注意到那个东西是因为自己感觉不舒服 比如说视频里面就有一段 一个黑雾一样的东西从监控面前飘过那一段 一段视频应该注意到 其实就是第一种影子人 第二种影子人 这种影子人它的外形更像是人类 它有身体 有肩膀 有头 你能明确的分辨出 它就是个人形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看到它的脸和面目细节 你能感觉到它正在盯着你 但是如果你盯着它看 它就会消失 通常这些影子 只能用我们的眼睛余观看到 好 接下来是最危险 不 它不是最危险 是比较危险的一种影子人 魔鬼影子人 这些家伙的外形呢 人差不多 但是往往它们会有红色或是黄色的眼睛 这种生物啊 嘲笑你 在家里面恐吓你 有时呢 有时候还会散发出流环的味道 它们会试图抓住你甚至勒死你 这不是恶魔吗 对 完全就是恶魔 很多人就相信它就是一个恶魔的影子 甚至它是一种老妇人的样子 来掐死你 所以称作老巫婆影子人 比如说啊 一位叫AJ 章蒂尔的玩友 就讲述了他在度假中 遭遇老巫婆袭击的故事 那个时候啊 他和他的妻子去山里度假 有一天晚上 他被房间角落里传来的耳语声吵醒了 他想动 但却无法动的 也无法叫醒妻子 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坐在床边 摸着他的脸 但他看到一个像女巫一样的老妇人的时候 他万分惊恐啊 那个老妇人慢慢的爬到他身上 并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他感到十分难受 他就要被掐死了 他觉得 他拼命的想反抗 但是身体没办法动 鬼压床 中国说鬼压床 医学上说是间歇性什么 睡眠瘫痪症 但是他觉得不是 因为他说他清楚的听到了 那个老妇人边掐他 还边邪恶的在笑 他不停的挣扎 不小心碰到了他旁边的妻子 他碰到了他妻子 他能动了就 一下子能动 动起来以后 就发现他那个女巫就瞬间消失了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妻子 然后他妻子也慌得不行 一中他们决定提前结束了旅行 就这样 这件事情还是深深深爱的 自此他就 十分相信 鬼 幽灵 这些东西了 其实我有这种经历 有吧 你说一下你的经历 十八九岁的时候吧 然后就是早上只有我在家 我爸妈都不在家 然后我就睡在 早上八点多九点呢 就是那种中午还没有 是天亮的状态 还不是天黑 然后就突然间我要醒 我知道我在房间里面 也知道是白天天很亮 然后我要醒 但我醒不过来 我眼睛也睁不开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醒过来 然后就开始喊我妈 就喊妈妈 但是那个声音就 妈妈 发不出来 对 只有这种声音 然后就很害怕 然后我没有看到 什么老巫婆这种 就看不见 然后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在我旁边 然后突然间就有个人在我 因为我睡在床的右边 有个人在我左边 说我妈睡了 他告诉我 这个声音 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 我不认识他 这个声音 然后我说你妈睡了 然后我就更害怕了 我就更要挣扎 然后去喊妈妈 那时候还小嘛 特别害怕 然后这时候我妈买菜回来了 然后开门 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之后 我瞬间就醒了 也是 其实也跟他一样 是有另外一个人 对 人气冲破了 冲破了他的结界的感觉 然后我就能动 然后也能 声带也能发出声音了 其实有可能你也是 跟他遭遇差不多 对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谁 最后 也是真正的最危险的一种 影子人 帽子哥 帽子哥是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影子人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高大的黑色剪影 头上戴着一顶有明显边缘的帽子 有的人说帽子有点像猛鬼街里弗莱迪 那顶软帽那种效果 对 我好像看到过 绅士不是我看到 就是别人 别人说那个叫什么火柴人 或者叫什么 也是帽子 是那种绅士帽的 也有人拍到 对拍到 有拍到过 我还以为你也见过 你这个经历过两个影子人有点啥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种帽子人 都给人一种邪恶和威严的感觉 帽子哥通常有高三米左右 而且会被不幸和灾难所吸引 同时他也会制造各种不幸和灾难 并且对目击者进行威胁和攻击 比如说这个 一个大叔白天遭遇帽子男的事件 这个大叔是这么描述自己的经历 大概十年前一个下午 这个大叔还是个小青年 他独自坐在厨房的桌子前 低着头 突然他感到一阵恐惧和无力 完全无法动弹 甚至是没有办法转移自己的视线 就是眼珠子都没法动 他被迫的去注意到厨房门口 那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名字 那是一个戴着帽子 眼睛闪着黄光的高个子婴儿 高个子婴儿 对 他这么描述的高个子婴儿 大叔看不清他的脸 但是能够感觉到 这个高个子婴儿在嘲笑大叔 他就跑到一个拐角突然消失了 大叔确定自己没有在做梦或者出现幻觉 因为那是在白天 五五两三点的时候 他真的见到了这么一个东西 听完上面的故事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就是我们中国说的鬼嘛 至少在我们这儿捅成闹鬼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影子人究竟是什么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又想干什么 关于影子人的很多解释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 四种网络上最常见的解释 第一个当然就是鬼 这个鬼不是指幽灵 而是或者说是什么 而是这个鬼是指死去的人的灵魂 部分超自然爱好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影子人就是一种鬼魂 但这些鬼魂 还在这个世界油淡的时候 就是影子人 影子人就是这些人的灵魂 在世间残留的一种影响 那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在闹鬼 比如说美国就有一个著名的案例 叫做黑色眼睛的孩子 据说他们就是被杀害后变成阴影 或者说是变成影子人的 这些小孩的灵魂 第二个则是影子人是心体投射 这种人灵魂出窍 灵魂在物质世界的投影 心体投射你知道吧 心体投射是一种灵魂 或者意识从肉体分离的现象 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 自由游易的现象 一般这种现象会发生在人睡着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把心体投射和清醒梦一起解读 说是一个东西 其实这是两个现象 全不同的两个现象 这个我们可以单独开一起讲 第四种 外星人 这事实上影子人目击报告 在外星人目击报告中也非常普遍 也许真的这些影子人就是外星人 正在调查我们地球的时候 或者绑架我们地球人的时候 出现的一种形态吧 其实曾经就有外星人绑架人的报告里面 出现蓝色影子人的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人也认为 影子人就是外星人 他们用一种隐形专制 将自己隐形了 让他们看起来就是一个阴影 这像技术才能搬住他们 穿过墙壁或者完全消失 这种形象上 但是直观说一下 他就有点像铁血战士的隐形战衣一样 以后则是我最心持神往的解释 时间旅行者 虽然这种解释是最没有证据的 或者说是可能性最低的一种解释 但是我最愿意相信 为什么 这种理论认为是懒 这些影子人是来自未来的人 这些未来的人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 来到我们这个过去的办法 虽然他们能进行时间旅行了 但是他们没有实体 只能以这种影子人的状态存在 也无法干涉这个世界的任何事 在我们看来 就只能是个影子 这种解释 你觉得哪种你相信 一种 鬼是吧 其实说实话 从好多案例里面来看 还真的有可能是鬼的可能性高一点 以上就是我对影子人现象的一些解释 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说幻觉 梦境 眼花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影子人的现象都是一个非常神秘和有趣的话题 还值得我们去多聊一聊 探索一下 我这有好多影子人的这种视频 和影子人遭遇者的字数 如果需要 如果想听的话 我们再来一期 你对影子人有什么看法 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告诉我们 你遭遇过影子人的经历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 收藏 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